我們公司主要是提供一些留學代辦的服務 那除了一般的留學以外還包含了留學團 然後海外志工申請 海外黨工度假 如果要我用幾個比較簡單的字或詞去形容的話 原則上我會選擇團隊合作 誠信 然後還有像服務 服務的品質是我們公司非常非常勉強的一個環節 那在整個公司在運作上其實服務它是我們一個很核心的一家代辦中心 我們也都是會特定去強調說我們其中的服務有到哪一些 我們的服務下面有如何的完整 然後我們的內容又有多豐富 就是我相信各行各業都會有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不管是宣誓也好或是強調也好 那以我們的話我們其實屬於走比較 我們算是比較內斂一點的一個方式在呈現 為什麼呢 如果說內斂 其實我們會告訴同學說 但之前一些其他同學跟我們帶辦的經驗會想要分享 另外可以告訴他說 我們現在告訴他的東西 全部都會列在我們的公司上 那我們做得到的服務我們盡量提供 做不到的服務我們絕對不隨便承諾 其實這次我們給同學很大很大的一個 一個 算是保障 所以一旦今天從我的嘴巴開口說出來 我集中給你的服務有哪些哪些東西 一到我說了這句話 我想要這個流程 是依照你說你可能要去研究所 那你大三的時候就來找我們 甚至是大二的時候就來找我們 我們先幫你做學校的一個建議規劃等等的 讓你知道說你心目中夢想想去的那一間學校 它的服務許標準門檻在哪裡 那你在按照各校的標準去一一去努力達到 比如說你現在可能你的GPS是2.7 那我告訴你說 你要申請UC系列的學校 你GPS只要3.5以上 那你就有一個很明確的努力 你要在哪裡知道說 我想要去念UC 我的GPS要到3.0 而不會等到說你都畢業了 可能GPS只有2.8 然後那時候你跟我說你要申請UC的學校 那這個時候我們能幫的很少 其實會有點按摩人助的感覺 那在學校海選的部長結束以後 我們會幫同學做一個學校 我們決選的動作 就是確認好你真的想申請的學生案件 那當然按照我們剛剛講的 有可能說你原本原定不要 要GPS要到3.0 可是事實上在修課或是什麼 就有些障礙 所以你在畢業的時候 你的GPS只有到達2.8 那我們會幫你做修正 不會完全按照一開始學的學校是什麼 就一定只能夠申請那一些學校 當然申請的過程中 會隨時按照你的一些條件 去幫你做一個修正 因為有可能你的GPS到最後發現 欸超過3.0 甚至更好呢 3.3、3.5 我們也會依照你的一些外在條件的變動 去幫你做一些改變 學校的學校 也會幫同學去Push他們 協助他們 去申請到他能力範圍所及 能夠Reach到最好最好的一間學校 這是我們給同學的一個承諾 所以我們也希望同學在來之前 會有一些正確的觀念 比如說像我剛剛一開始提到的 我們是顧問不是助理 所以如果你今天來 只是希望能幫你打表 那我想你可能無法體會到 我們不參加的其他的班時間 最大的差異在哪裡 那如果說你今天來 你認為說你希望有一個 second chance 你希望有第二次機會 你過往雖然或許並沒有愛念書 可是現在 如果留學是你人生中 你認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可是你覺得你 值得你付出500%的心力 盡全力去達到的一個目標 那在這個很漫長的留學申請的過程中 一年到兩年的申請過程中 我們會盡全力去協助你 然後陪伴你度過每一個每一個階段 那在這邊你不需要擔心說 欸我可不可以來找某山下留學代辦以後 我就看不到我的顧問了 或許我跟我顧問談了一兩次以後 你再也看不到我的顧問了 這東西是不會發生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是全程 都是有你自己跟某山下留學代辦以後 就看不到我的顧問了 或許我跟我顧問談了一兩次以後 再也看不到我的顧問了 這東西是不會發生在我們這邊 因為我們是全程 都是有你自己跟某山下留學代辦以後 你也看不到我的顧問